大家好 歡迎回到《軍公開物》 這個《軍公開物》 都是我們《軍母棄言》和《科學新知》兩面Crossover節目 所以今天會請到陳博和我們去展示一下一些有趣的東西 今天我們關注的 topic 就是中國的神舟十六 它的返回艙 再次進入大層返回 好像以往那樣 反匯的時候它著目的地區 通常都是我們在說在走傳衛星發射中心附近的地方 例如在內蒙區域等等 它出現 當然就不像美國以前會掉到海裡回收 它會掉到一個比較荒漠的地方 一個陸地 當然就叫做沒有人的地方 沒有人的地帶 有什麼事都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民居的傷害 但是這次降落的過程 看上去都相當兇險 包括我們觀察 它掉下來的時候 速度非常之高 踏在地上 一大片沙塵 當然我們看回以往的片段 由神舟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我們一直看 尤其是十五 我觀察 其實原來那個狀況真的每次都差不多 其實看上去就很牙煙的 實際看到他們的太空人出來 又沒有處沒有爛 那麼究竟那些太空人是銅皮疊骨 還是其實裡面還有很多黑科技 我們是不清楚呢? 所以我們今天會請教陳博士 中間發生什麼事? 之後我們還會講很多其它 例如包括中國的太空科技發展 包括他們能不能夠模仿到SpaceX的科技 當然我們相信 就不是說能不能夠 而是他們一定 在主席的那個一聲令下 都一定要做的了 做成怎樣呢?Follow到怎樣呢? 他們的民企的發展 是不是這麼理想呢? 還有最後 中美之間在這個太空競賽裡面 其實美國和中國各自 現在的位置在哪裡呢? 所以今天都希望可以跟大家去談一談 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幫忙給like 還有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 好 那我們和陳博士聊天 陳博士你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啊 那陳博士 你怎麼去評論呢? 這次我們說這個神州十六 它的返回倉回來 以往我們看到 它都是打開過大江山的了 這次好像比較掉落的 我看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是這次 我比較過15和16 其實達下來都差不多了 不過很多新聞 有些人特意去放大去看 為什麼這次總是這麼多人提呢? 就說 據說 雖然我看得不太清楚 就是說 那個降山好像穿了一個洞 令到它那個降山的效果呢? 就是我們說的那個減緩速度的效果不好呢? 還有是不是還有一些騎撩的東西 搞到這次這麼多人去講這個神州十六的過落事件呢? 我自己也是從社交媒體上看到的那些短片 就是講的 因為它有現場的轉播的 就是看那個神州十六的返回倉 裡面是帶著三個太空人 怎樣安全地下來地球那裡 一下來比較近地面的時候 看到那個返回倉打開了那個降山 然後你就預算它就好像很優雅地把三位太空人帶回來 但是在畫面上看到就好像一下子撞下來 突然間沙塵滾滾 而且速度好像不低那樣的樣子 很多時候大家的即時反應就用了自己的直覺來去估計了 哇 那裡面那個人 那幾位太空人就跌得很傷了 但是呢 其實就 傷和不傷很快就有答案的 最後就是那三位太空人基本上都是 起碼他們是在其他的人員幫助出倉參符 接著就上了個擔架 接著就可以去清醒的 但是 怎樣也好 太空人本身呢 落回來的時候有無重狀態 回來有重力的狀態呢 一定要上擔架有人扶的了 就是那些身體突然之間不習慣那個重力 所以那種狀態來講呢 就 就是三位太空人都非常之正常 都不像是有些什麼事 那麼這裏呢 又要解一解就是呢 就是我不知道Larry 你看到 辰州15那個返回艙降落和16那裡 就是為什麼你會覺得它似乎一定是會撞得很傷的呢 因為我覺得那個速度很高 就是那個速度很高 但是就是下來 我想告訴你 如果你不跟我說的返回艙 我開來以為它有些炮彈這樣跌下來那種 就是當然會不會這麼急的 就是它都是會減悶了那個速度 我自己感覺是會不會應該因為你降落在陸地呢 那個影響時間會被跌下海 會是短的 那你那個飛行員 那你這樣跌下去 那它那個吸收的那個衝擊就很大了 那當然可能你那個返回艙裡面有很多可能是 吸收那個衝擊啊 或者做一個cution做得很好啊等等啊 有這些科技啊 那所以我就這樣看 我就覺得好像都有一些牙煙的感覺 其實是的 很多時候就這樣看過片呢 我們就用了我們自己的經驗去看啦 那但是你也知道呢 如果就算是一個 你譬如不是說返回艙 一架車 OK 然後在那些交通意外測試在那裡 看看那些安全器袋射不射得出來 那你會發覺其實更加高的速度 只要是有些適當的安全裝置 適時去彈出漸著的東西呢 那基本上那個人都可以沒事 那就是你要有那些安全帶啊 還有那些安全器袋那些什麼東西 那對於太空人來說呢 那他們做的安全措施是什麼呢 那你要留意啊 它整個那個返回艙下來的時候呢 那些太空人一路由上面一路高 一路向著那個地面下的時候呢 其實是一路背脊躺著地下那裡的 就是那個背脊是背向著我們的地面的 就是它等於跌下來的時候呢 就是背脊落地 這樣的意思 那當然啦 他們是要將自己穩穩地 就是攬著安全帶 翻到他們的座位那裡 那個座位本身就擺到好像一個BB床那樣 繞著他們的背脊 他們就不是好像我們睡覺那樣打動 這樣就動在那裡的 他們是身體微微彎曲 像一個BB仔那種這樣的狀態 然後就背脊下去 好像一個搖籃那樣 這樣沉下去那樣 所以呢 整個那個著陸的姿勢和方向 只要那個背脊那張床額有適當的避震 而且再加上他們是已經是處身了在那個太空衣裏面的時候呢 也都是會多一重這樣的保護呢 那其實是有理由可以做到呢 外面太空艙體的impact time 好像很短 實際上呢 就已經是浪著了 鬥著了他們呢 令到他們可以比較安全地降落 但是呢 在這裏再要提一件事 其實正常來說呢 當然那個降落傘不應該穿洞 那現在穿了個小洞 但是怎樣都好 客觀的效果 人沒事 OK 那做的任務完成了 那所以呢 他們有權聲明的任務是完滿成功的 因為那個返回倉 無論我告訴你 你怎麼撞 怎麼撞都好 總之人是完整 安全沒事回來的話呢 那就可以宣佈是成功的了 但是有些細節位呢 如果你留意一下他們的那個介紹呢 其實無論是神州15、神州16的那些返回倉也好 就是你那個降落傘打開之後 吊著那個返回倉下來 那個返回倉快到了地面的時候呢 是會懂得有一些叫反向推進的噴射流 是幫我去控制住 減慢的下降速度的 那就是那個噴射流呢 是要是說離地 還有一米的時候就開著了 就是有一點像我們那些登月艇啊 登陸火星艇啊 那現在就登陸地球 其實都有類似的東西的 那那些東西如果開著了 就是按計劃地開著了 就更加能夠確保到那些太空人呢 是安全舒適的落地下 但是你說由那個短片到 尤其是神州16那裡著陸那裡 看不見到這件事呢 那都挺模糊的 就是如果那段這麼短的時間 就這樣肉眼判斷 就可能你都看不到有了 但是總之你現在看到的客觀效果就是呢 在那個就算有降落傘穿空 就算可能那個返回倉本身有些 幫助降落的技術 沒有開著的話呢 最後裏面本身的那個保護裝置 都足夠已經令到那些太空人可以 就是安全地出回倉 那就是這裏都可以看到就是說那種 太空任務的設計呢 很多時候你都會有多少有些是 就是要是 就是要是做得多一些 就是不可以遇到這麼混 遇到就是說萬一有少少可能是 有其中一層的安全裝置失靈的時候 另外一層都可以有足夠的能力去補償 就令到裡面的人員可以安全 那我想這個是在整個 太空任務基本設計來說呢 就一定要做的一件事了 這個都是我們軍事上 我們常說的那種叫勇余 就是叫abundance 就是你要more than enough 你要更多的選擇 更大的那個容忍 用錯的限度 那令到真的有些事情出現的時候呢 那你有個應變的空間去做 這個呢就軍事上都會很常見 那我想在太空科技都會沿用這件事的 不過陳博士 都想問多一點就是關於 我們見到就是 就是我們見到這次就 就是神州十五十六都好 好像真的那個著陸 好像我們所說的硬著陸 硬吃你那個impact 炸下來 那當然就 就始終對那個飛行員那個 或者我們說就是太空人那個的風險都高一些 但我們一觀察呢 例如說很多美國啊 等等它發展的太空科技呢 他們用的SpaceX的科技呢 無論是Falcon 9 或者是我們的Starship呢 其實都已經向著軟著陸 其實都等於我們說 好像剛才呢 陳博和我們說的登月艇 就是它那種降落技術呢 其實已經是那種技術 那麼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呢 就是美國那些技術啦 還有中國那它又可不可以做到 這些soft landing的技術 就是我們知道呢 近來它們都有些公司去做 那麼還有現時 大概中國走的情況又是怎樣的 講遠一點點啊 最原初你想能夠做到軟著陸 你數回那些阿波羅任務 根本上你能夠做到軟著陸 就靠你那個駕駛員自己的那個 那手太勁勁 是不是 就是完全是取決人為的駕駛技術 來決定你能不能夠做到軟著陸的了 那當然 現在呢 大家都知道的 美國尤其是SpaceX它們搞的那些軟著陸 基本上就是越來越自動化的 就是由我機器去幫你去做 就是你說太空人還需要自己拿著東西來軟著陸 那其實這裡有很多很多代的轉變 就是美國它在80年代 70、80年代就慢慢搞另外一套軟著陸的方法呢 就是穿梭機 就是你最後回來的那個機器 就可以跟普通飛機一樣在跑道那樣下 那就是一個靠著空氣動力飛行的軟著陸 那其實如果你現在看看 印度的那個太空任務 它又會玩這一套 由火箭帶一個穿梭機上去 然後由印度太空人拿著穿梭機下來 這一套這樣的玩法 甚至乎我和Larry你以前都說過一些 現在的那些迷你穿梭機的技術 那其實就是無論美國好 中國好 印度好 它都在玩這一套 好了 那有沒有一些不是靠那個穿梭機形狀的軟著陸呢 那火箭自己能不能夠做到呢 甚至乎就是那套軟著陸是 不是為了載人的了 是你為了令到那個設備可以循環再用 那個設備自己懂得去軟著陸回來呢 就是有一個可回收的那套技術呢 那你就會發覺當然就是 美國尤其是SpaceX 那現在就走得最遠了 那這裡都可以說一些現在那個 這一刻 我們做節目這一刻 那個SpaceX的Starship 就是說 接下來將會成為下一個 美國登月任務的主力運載的火箭 它那個的進展是怎樣呢 那我們都記得 今年4月的時候它發射 就一個叫做成功的失敗 OK 或者叫做失敗的成功 你看看你怎麼看 就說它一路就要再發射的 那結果呢 等到現在都成11月了 那好像原來還說差最後一步 就差那個環保評估沒有過 那如果那個環保評估過了 應該就可以將那個 Starship Super Heavy 這一套的發射 重新再提上日程 那到時發生的時候 我們又一起再跟大家去跟進這件事了 那最重要的就是說 在這些最新的 應該說美國未來用的 這些太空技術裡面 它們全部用自動化 還有就是可以做到就是 無論你那個發射艙 和最後那支燃料推進火箭呢 都可以是軟著陸這樣回來的 那尤其是那個運載 幫你運載推進火箭的那個軟著陸 就是我們經常看到 那個火箭好像一支筷子 最後插在那個海上發射台去的 無論那個發射台 浮浮沉沉 有風有浪 總之那支東西就最美得 整支火箭打動 整個筷子打動這樣插下去了 那這個就是SpaceX能夠做到的 現在最精準的技術 甚至乎也是因為有這種技術 令到現在 就是剛剛這個2023年度發射 就是那些人造衛星上太空的運載量 就是SpaceX都贏了 80%多都是由SpaceX運載上去 便宜了成功率高 那麼我們也都曾經說過 中國就是在追隱這件事 但是當然那個進度就有些差異 但是應該我們最近都有一些 關於中國去發射這些 可回收火箭的消息了 是不是 哦 是的 因為中國他們有一間公司 叫做I-Space 就不太記得中文叫什麼星 星際榮耀這件事叫做 星際榮耀他們so far 就說自己的技術最好 他們是在做一些很基本簡單的測試 但是當然 這裡要陳博士跟我們更新一下 就是他現在的簡單的測試 當然第一就是萬事起頭欄 現在他在做這個 但是其實他這件事 就是我們說SpaceX一定都做過的 在一個什麼 stage呢? 還有就還是跟現在那個SpaceX 或者美國這邊的科技還差多遠呢? 那當然啦 一句說完就是中國就在後面 就緊密地追趕著 在大約一個多兩個月前呢 應該都是他們了 就曾經發射過一支 即是一支測試的火箭 就原地跳起原地下回 那這次他們也是 那這個星際榮耀呢 他這家公司 如果大家上網站找 他們是有兩個系列的火箭的 一個叫做雙曲線1號 那就是已經在投入運作 就是叫做提供一個比較便宜的方案 幫一些公司去把他們的人造衛星產品 放進去太空軌道那裡的 那這個成功率不是太高的 暫時他們做到就是40%左右了 那個成功率 但是他們是為了做得便宜的 那他們有沒有一些比較核心 都叫做尖端的技術呢? 有的 就是他們就是能夠用到這個甲苑 作為這個液態甲苑的燃料作為推進 火箭的那個燃料 而這件事情中國大陸也聲稱 自己在這方面是領先的 那這裡要留意了 SpaceX他們用的都是一些 液態氫同樣的那些這樣的火箭 但是不是代表美國沒有這些 甲苑推進火箭的技術呢? 他們有的 也都測試完了那些火箭 不過差了他們就總是不喜歡選這件事 陷入火箭裡來幫一些東西推升空而已 那這個有他們那個計算的考慮 因為始終那個 液態氫的燃料給出來的推進能力是更加好的 而且我們也都很預計到就是 它燒出來的東西很乾淨 沒有二氧化碳走出來 但是那套東西你要將它壓縮 加壓去封下去補給那支火箭呢 那就需要那個技術高一些 成本是高一些 相對來說 液態甲苑就容易一些 雖然它的效能不是很高 但是都足夠高 做到火箭升空 但是你要處理它呢 就容易一些的 那中國就將這個這樣的甲苑推進火箭 實實在在地放在他們的產品那裡 那好了 這個這樣的雙曲線一號呢 就不是那些可回收火箭來的 純粹是一個平價的版本 幫你把這些東西射上去而已 它們都有搞一些叫自己可以那個推進火箭 那個燃料倉可以自己站起來 就是完全是學SpaceX那些東西 它們在搞 就是雙曲線二號系列 而在日前測試的那個火箭 就是這個叫雙曲線二號的火箭 那它們就說它們可以在一條垂直的直線上面 升了上去百多米 然後再乖乖地下來下來 然後整支東西就在那裡 就不會掉到一邊這樣 就是代表著它們能夠控制那個 在那個火箭的屁股底的噴射引擎 就控制的方向 控制得都叫做有一定的技術了 但是如果將它更加激烈地擺一下 搞下去 在一個很大的空氣的干擾之下 會不會又可以做到這麼成功呢 這個它們會做進一步的測試 那現在你看到就是 它能夠比上次升到更加高 再下來下來都是安全的 就是有一點點像小朋友學行 就是沒有東西附著了 自己嘗試原地跳高再下來 可不可以自己原地下來下來 不用用手壓著 就是落地很漂亮的那樣呢 那現在就能夠做到這一步 那好了 和SpaceX比較 那SpaceX大家也知道看到很多片 無論它那支東西原先是幾歪幾斜下來的 它自己都可以在最後那兩三秒就修正到 然後就很漂亮的站在那裡 那當然之前經歷過很多次失敗了 整支東西不知道飛到哪裏 撞到在地上爆了 然後很大的火花 然後落地就差一點點 然後落到地了 然後才摸在一邊掉下來 又整支爆了 又是有這樣的故事 那就是你會看到SpaceX在這裏 試了很多次了 一定是 那個核心技術就是 你怎樣能夠在那個發射台 自己都不是很穩定 周圍的空氣條件又不是很穩定 而你那支東西發射的那個方向 自己又要適當地調整下來 還要是能夠做到 為了最有效 最省水省力 不到最後一刻你都不開著那些 這樣的反向推進引擎來 幫你扶回那支火箭 那SpaceX這些是捏到很準的了 已經是做到很成熟了 所以你看到它說 今年度那個發射 二百多次基本上那個失敗就差不多 就是只是那些Falcon 9那些火箭 二百多次失敗 好像不知道一、兩次叫做 不是那麼成功的 其他成功率已經是九十多巴仙 極高了已經是 你看到在星際榮耀這間公司 它就算雙曲線二號的成功率 都是一半左右 雙曲線二號現在只是做著 一個很小心的 原地直升直降的那種測試 不知道Larry你有沒有看過 他的影片 就是那個iSpace星際榮耀 他測試那個雙曲線二號的影片 你有沒有看過 有一點點 但是它不是升得很高的 是的 而且你有沒有留意 它淋落地的時候 它是要花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都是開著引擎 令整支好像暫時浮了在半空裡 等幾秒才慢慢再降下來 就是要控制著 是比較慢的 SpaceX不是的 是很慢的 哇 你以為就你倒閉 就是倒閉 誰知道最後一秒就開著 然後一下子就和你靚靚 把整支火箭打動 擺在那裡 到你一聲很害怕的 是啊 是的 你看得好像很緊張 哇 是不是搞不定 怎知道原來最後一夜點火 就一夜搞定 你就變成可以在一個最短的時間 用最少的燃料 就和你附贈那些火箭 SpaceX是可以做到這樣的 那個星際榮耀的雙曲線2號 就還沒有做到這樣 當然它們會再調整 但是你知道這是必經的步驟 還有如果你留意那個火箭頭 它有幾個推進器 就是你一個這樣的可回收火箭 除了在火箭底的屁股位 有反向推進之外 在火箭頭都有幾個噴射器 來幫你修正那個火箭頭的方向 這個雙曲線2號它是有的 有這個裝置的 但是在這次它都沒有開著的 你會留意到 就是因為它在同一條線上升和降 所以它不需要去做一些很大型的修正 來把火箭頭去擺正 你看到它還在嘗試 在測試火箭尾的反向推進火箭 就是那個噴射引擎 火箭頭那些東西 怎樣考慮到周圍的東西 尾了修正那些東西 還沒有做到這一步的 它有一定的負載能力 這次也有的負載能力 比上次高弱 但是現在基本上 你就算有負載能力 都沒有用的 因為你首先要令到這東西 可以很自如地控制方向 以及很自如地 無論是變了哪個方向之後 都能夠修正 這件事情還是還沒有做得到 所以我就會說 中國它就算有這些可回收火箭的嘗試 它就算有這樣的液態甲丸原料技術 但是如果你說要將這些融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能夠追趕到Falcon 9 這個這樣的技術 它自己聲稱就希望能夠在兩年後做得到 當然我們會密切觀察著 如果它真的叫做兩年後做得到的話 那你都可以估計就是說 其實它比起SpaceX 那個技術落後了 就是前後四、五年左右 這樣計的話 如果它落後四、五年 我相信中國還是會放大量資源給它去做 是 一定 太空科技始終都是他們的戰場 真的還沒有說到 太空這個territory這個領域 其實都是大家的制高點 一不停地向上拉 向上去到太空的制高點 我想包括中國的SpacePlane 我們之前和習博都講過 那個神龍 它們都出來 當然是要做這類的 可以回收火箭 整套的系列 將它們的衛星 最後呢 除了發射衛星 就是你說做商業的用途 很大情況都是軍事用途 包括就是 如果被美國 打了它的衛星下來 它都要一個很快速的方向 方式 立即將衛星送上去 這樣才不會被人 我們說的導彈 就不會瞞著 人民打 這個就是我們的軍事上 我們的觀察就是 所以中國都很急切 要一個低成本 可以盡快速地去 部署衛星上去 這個都 我相信都要一些時間 就是這個發展 因為呢 SpaceX都已經是不停地去 錯的測試 不停地去做 fail fast的情況 不過我想它這些民企呢 我想我們跟陳博討論都覺得是 就是它至於民企究竟有多民 還是有多孤 大家都心裡有數 那麼那個變化 或者那個適應力都會差 真的差一點 在讀民企上面 Anyway呢 我們會和陳博士一起去看著 即是無論是SpaceX這邊 就是Starship 那我們會一起看 還有中國這個I-Space 或者其他公司 急起直追的科技又怎樣呢 那我們在其他的軍工開幕裡面 繼續和大家follow著 好 今天麻煩你陳博士先 好 那我們就在其他的截數 再和大家再見了 好 拜拜 拜拜